Lalang 落龙 6.17米 20英尺 3英寸 有史以来最大的鳄鱼 落龙 Lalang 20英尺 3英寸 6.17米 重2370磅 1.075公斤 是人工饲养的最大鳄鱼 Lalang 是一种印度太平洋或咸水鳄鱼 澳大利亚鳄鱼专家Adam Britten博士注意到2011年11月 在他的宣帝中对Lalang进行了镇镜和测量 并证实他是有史以来捕获并被囚禁的世界上最长的鳄鱼 他于2011年9月13日 在菲律宾南阿古桑省的巴尼汪小溪被捕 他在当地政府部门 居民和巴拉望岛鳄鱼猎人的共同合作下被抓获 在捕获过程中 他变得咄咄逼人 并且在最终被妥善保护之前 两次打破束缚绳索 估计他至少有50岁 Lalang被怀疑吃了一名在巴尼汪镇失踪的渔民 还有一名12岁的女孩 在两年前被发现 她也是该地区海马失踪的主要嫌疑犯 捕获之后对胃内检查中 没有发现人类的鱼孩 尽管她最初具有攻击性 但她的宣帝却非常温和 鳄鱼的名字取自捕获过程中 死去队员的名字 她是巴拉旺鳄鱼和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老鳄鱼猎人之一 她领导了这次的捕猎 经过数周的跟踪 她在捕获鳄鱼前几天死于心脏病 布里顿博士写道 对于任何熟悉从野外捕获大型鳄鱼的影响的人来说 这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 这是一种叫做捕获疾病的现象 被抓住 戳刺和刺激 并被引入一个全新的外星环境的冲击 是一种压力的体验 特别是对于像它一直掌握住它的领域 几十年的龙一样大的动物 将鳄鱼视为容易受到压力 似乎并不常见 但它们就像脊椎动物一样 并且任何保持俘虏鳄鱼的人 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非政府组织活动加动物王国基金会 与动物伦理治疗人士合作 敦促布纳湾当地政府将 Lalang送回小溪 但是 在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中 布纳湾市长和当地的居民 反对乐于的释放 认为它会威胁生活在小溪附近的人 根据布里顿博士的说法 Lalang的围栏可能看起来不漂亮 但事实上 野外的鳄鱼称迷命的动为家 它们只是寻找任何一种住所和生存的基本必需品 因此 为Lalang提供了这些基本必需品 鳄鱼如果压力太大 就不吃东西 但在Lalang的情况下 他正在吃东西 似乎沉浸在新的环境中 表现正常 布里顿还说 任何真正见过他的看护的人都会意识到 自己被他所喜爱 你可能会说他们崇拜他 他补充道 还有经济激励措施 让Lalang活住 他很受欢迎 为社群带来了大量资金 引起了很多国内和国际的关注 因此 尽管他对于一个陌生的人来说看起来很糟糕 但他还是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布里顿总结道 把Lalang留在荒野中是理想的 但这种似是而非的想法 在我们在过度拥挤的世界中 占有一席之地吗 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 可能会对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更不用说人类安全了 任何高层人士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然而与此同时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 它让我们感觉更好或更安全而简单的移除所有野生动物 必须有妥协 不幸的是 对于Lalang来说 他是在那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妥协 也许他的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 Lalang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正式认证为20.25英尺 6.17米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饲养鳄鱼 现状 死了 世界上最大的鳄鱼Lalang 人工饲养 菲律宾巴黄镇市长伸展双臂 搭在巨大的咸水鳄鱼身上 咸水鳄鱼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视为濒临面诀的低风险物种 水鳄鱼